早两天市场比较弱 三万店都能守得稳 但看到我们恒指做了两只脚 要问问Stanley 你觉得现在终于站稳了吗 连日都很担心的因素 似乎终于有缓和 如果看回大涉振荡整件事 第一次到29,100 就是说联储局加息 以及可能全球的贸易战会酝酿 经过一段时间 近日来说担心中美的贸易战 看到恒指的低位最多都是落到29,700 这里也反映了港股的事底 也不是说真的弱得那么紧要 目前这些水平也有一定的吸纳的兴趣 当然贸易战这件事 肯定是又要谈又要打 不会那么容易 很快就明朗化 所以试放上还需要一些时间 继续在三万点左右的水平 反复 目前来说上回到三万一 这是列口区来的 会是一个比较大的阻力 我想今天来说大部分都是增持 市场的最大动力是浅 其实看技术 似不似现在走出一个通道的走势 之前的低位 大约百天线 又真的每次都受得住 阻力又刚好齐齐齐 三万一千多点左右 就是一个阻力 现在是否可以根据波幅做策略 似乎港股依然是一个上升通道 即是一个通道的位置上 在较早前上星期的尾 大概三万二左右 这个也是正正的上升通道的顶 之后就跌下来 下来三万 也是通道的底 现在又反弹了 去到中间 补回一些列口 似乎都未说有一个很明显的淡势 或者一个明显的强势出来 都是处于一个通道中的增持格局 所以在这个通道中 可能有些有时候见到重磅股 就受股压 资金就转去炒回一些其他板块 譬如若股或者其他的板块 这个现象我相信都会继续维持 暂时来说仍然要看着 中美贸易战这一方面的情况的发展 我们跟小sir谈谈 美股 我们看到今年开局不单止是港股 连美股看到波幅也越来越大 那个互光指数都有表现 其实一开始已经有说 好像有得谈的了 昨天 但是其实现在市场似是 对于较好的消息 没有吃得那么硬 差点的消息就吃得硬一硬 立即反映 但昨天看到美股 下午市升幅二百多点 是收市下午之后 美国方面越买越入 越买越多 升到七百多点 其实是否现在对好消息 不太顺利 不太顺利 昨天市场反映 不是A股 就是大动 是这个 Futures 就是美股 那个期指 带动 就是期货 杜宗斯 和S&P 那些期货 慢慢升 我们就倒升 所以 但是那个升幅 都是 疾着疾着 就不像 杜子 已经升三四百点 我们才刚刚打回和言 再上升 结果我们已经升了二百多点 所以现在A股 就是看美国的谈判态度 但是我们都是跟着那个 下午看就可以了 如果今天看欧洲股市 如果什么 就什么 Stanley 现在我们的资金 我们经常怕北水都没得来 我们都要留意 我们刚才说到 对消息的反应 开市时有四百多 现在只剩三百多 越升越少 最近北水的流响 也是一个焦点 要留意 接下来就放复活节假 今天港股 只剩六个交易日 内地都会 兼住放假 所以下星期完全没有北水 可能假期前要减磅 昨天北水 沪深港通加盟 是只流出的 三十一亿多 刚刚好 一个月以来最大价流出 要问问Stanley 在临近假期 是否很指北水 或是今年开局以来 都看到北水不是每次都有帮助 不是每次都靈 其实今年以来 北水是年初比较积极 很灵活的 其实他们的操作 其实都是灵活的 亦都是看不同的释放 和宏观的因素 不是乱乱去买 都看不到这件事 当然在临近假期 长假期 这个因素也会影响了他们的部署 但譬如我们看到腾讯 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跌幅时 其实北水是部署在腾讯身上 都是几积极的 这方面是没有变的 另外亦都看到 我们看到市场现在越来越难炒了 是的 又开始害怕 北水亦不是一个很明显的启示 波幅亦会越来越大 虽然通道越来越窄 但波幅越来越大 所以一个看错边 短线很难玩 所以很难玩 看看基本因素的股份 近日有贸易战消息拖累股价 有一只个别股份 我们晚舟国际 猪肉食品股 公布了业绩 去年多赚了9% 有11亿3千万美元 得意志说 收入和纯利都符合市场预期 以地区划分 美国是包装肉类产品 收入增长最快的市场 摩通说 美国继续是主要收入来源 盈利增长动力 反而受内地市场拖累 现在开分析员会议 都说明关注中美贸易磨擦 不会搞到我们猪肉食品股 没错 就是孟州 主要市场 暂时大行看法乐观 怎样估计 股价反应 其实暂时只是靠稳 还是看基本因素 业绩方面的因素 看看对不对版 我认为业绩那方面是对版的 但当然市场的情绪 对它受到贸易战的影响 这方面依然都是大 当然贸易战未必很直接影响到它的出口 简单说 因为始终中美贸易战的重点 其实是在高科技的行目那里 所以市场在这方面 对于曼洲的看法 似乎过度是忧虑的 不过要留意它 在内地市场方面的情况 不是那么好的话 都对股价本身是一定的拖累 所以业绩之后 相信都是需要继续整股 以及消化整份业绩 等候管理层 分析员 重新评估未来业务方向等等的因素 才看到它的股价真正的走势 内税股方面也看到 在去年尾今年年头刚刚炒过一轮 之后走势就弱了下来 我们说贸易战就叫暂时摆在某一边 又看回业绩 其实小尚我们看了三月业绩 看了这么久 似乎很多跌眼颈 和阻线捉沉的情况出现 没有我们预先上到 我说业绩 现在最后一阵是内银 是 因为腾讯都宣布买了 但糟就糟了内银 一向都业绩四平八平 没有什么爆发力 昨晚农行出了业绩 业绩快报预告了 多赚大半成 不良贷款比率 我们年都跌0.56点 1.81% 正利差 我们年轻微却宽5点 派息派多些 大行普遍都覺得OK 不過之前業績快報很多事情都有說 說資產質素改善等等 我們說農行都交出一份OK的話 其他一些 建行公行的成績表可不可以 又衷敬一下Stanley 可以怎樣看建行公行 還有問題是建行公行就算交出來是對板 是否都很難像之前那樣炒 會是 因為目前市場的情緒 都是繼續受到貿易戰方面的困擾 你說出了一個漂亮的業績 可否刺激股價上升 似乎由上星期 吉利、騰訊等情況來看 未必說可以 而看回內銀的業績 無論招行和農行都是對板的 相信今日建行公行那份業績 亦不會令市場失望 相信亦會有中單位數增長 例如5至6%的增長 應該可以達到 你預計它會否利用農行 我想它有機會比農行好 會好一點 亦見到不良貸款比率 以及不良貸款的數字上都有相關 息差方面亦有改善 而大家正在看 其實是今年 他們的盈利增長 會否進一步加速 因為過去幾年 我們看到內銀的盈利增長 都是逐步放慢 甚至沒有增長 而今年來看見一個 強一點的增長 或者接近10%的增長 其實市場對內銀重股的意欲 會相當大 所以這一方面 值得留意內銀業績之後 以及他們管理層 對於今年的提法 整體而言 怎樣談 怎樣看內銀現在的投資價值 因為說回之前 當然爆發力就很強 就說內銀其實一直都很落後 追回的 但是兩會結束後 大家都知道今年有三個字 去槓桿 這是一個金融方面的大主題 所以可以怎樣衡量 之後的投資價值 是不是都變回以前那樣 持續長線為主 我想內銀 肯定是一個長線的投資 他們的爆發力 肯定不可以跟騰訊 或者信譽去比較 但是見到 當然它前面有挑戰 正如剛才所說的 去槓桿 或者資產管理那方面的新規則 都會對內銀短期來說 帶來一些影響 但是長線來看 我們覺得這些政策 或者做法 其實是可以令到 內地的金融市場 是更加正規 和發展更加穩健的 這方面對內銀 長遠的看法是好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 內銀目前的股值上 仍然有空間作出提升 我們看到 暫時的市點數那方面 雖然是收窄了一些 但是有些股份都做得挺突出的 所以升銀魚等等 那樣 我們大家就會知道 這次的公司 我們開始 我們有家 您可以見到 關鍵 走 走 走